他老公你们现在有联系上吗 死者母亲陪同检警相验 很久没联系的女儿离其城市屋内 被发现时遗体已经腐烂 这个月初信义区这起凶杀命案 警方怀疑死者丈夫受有重嫌 如今全案大逆转 原来死者丈夫本身是诈骗集团的干部 他疑似卷走里头的赃款 那么诈骗集团四处在找他派小弟来找死者 要逼问他丈夫的行踪 小弟就这样杀害死者之后 也已经逃出境 死者是网牌老板娘买下其中一户 42岁的张姓死者被发现时 塑胶带套住头上半身包裹棉被 背部也有多处刀伤 而且大门遭到反锁 由于周边邻居不断反应文道异味 直到里长会同警方请所将帮忙开门 才揭传整起命案 他女婚生个小孩 警方查出死者47岁的丈夫陈姓男子 本身是诈骗集团水房的总务 去年一度落网获得交保 今年年初潜逃中国 三月遭发布通气 四月多 妻子惨死屋内 被查出跟他黑吃黑有密切关系 刑事局警方证实 五月十号掌握相关请资 以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以及司法互助协议机制 将相关资料 携请陆方协助查契 同步也持续追黑吃黑内情 东西新闻 陈红仪 黄子凤 在台北报道 这几天有跟他联系吗 他老公我们现在有联系上吗 信义区凶杀命案 阿嬷牵着孙子到殡仪馆香宴 过程中他一度抱着家人痛哭 指出自己很久没跟女儿联络 但如今杀害女儿的最大嫌疑人 还是自己的女婿 案发的五星街华夏 一层有三户 死者买下三楼其中一户 不过身亡后气味飘散 连八楼住户都闻得到 警方调查四十二岁张姓死者 被发现时遭塑胶带套头 上半身包裹棉被 背部也有多处刀伤 由于大楼遭反锁 还是里长会同警方 请所将帮忙开门 才揭穿命案 出谷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两周 附近店家对死者都有印象指出他曾经经营网拍 至于设有重贤的老公则是因为卷入诈欺案未开庭 今年三月遭发布通气 究竟两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嫌隙 家属也交代不清 目前警方不排除任何可能 持续调阅监视器追诊上 黄色口罩穿背心 遭调查局干员一左一右 从加拿大压解回台的 就是贵妇奶奶男友爸爸黄力雄 黄力雄在贵妇奶奶男友的诊所挂名院长 昔日有百大名医的殊荣 如今被上靠回台 据传他这一次回来就是想看医生 但是他却向调查局人员说 他是真的被黑道追债 黄力雄保持沉默 而同样狼狈的还有他的棋子 披着披肩双眼无神看向前方 贵妇奶奶男友妈妈黄林立真 同样是被告 但是跟西京案无关 他另外涉嫌诈其取材 她开一门诊所恶性倒闭案的涉案程度 从贵妇奶奶男友爸爸黄力雄 男友黄伯健 贵妇奶奶本人 还有另外在诊所担任会计的男友妹妹黄千芬 都是西京卷款案的被告 我现在在新宿的新宿语言 这回贵妇奶奶没有跟男友一起被押解回台 因为他们始终没有跟调查局取得联系 其中男友的妈妈虽然没有卷入西京案 但是她当时身上还有官司却跟老公一起飞去加拿大 黄林立真在2011年曾经以捐款盖庙的名义 跟同一个宗教团体的诚信被害人借款400万 钱拿到了却是拿给另外一个儿子做个人投资 事后检方认定黄伯红的部分属于民事纠纷 处分不起诉 而黄林立真始终没到案 因此她这一次也要回台湾面对司法审判 贵妇奶奶也传出她身体出了状况 是否回台面对该单的责任 检调也在想方设法 东森新闻社会中心台北报道 贵妇奶奶男友父母名黄立雄夫妻党 下机后直接被送往试调处 但她要面对的不仅有司法调查 她还是欠税大户 背景这一回来要面对的事可多的 黄立雄不发一语被送往北解复序 根据了解贵妇奶奶男友一家人 过去在台湾的房产共有五间 其中有四户就在内湖 而这个社区就有两户 不陆续遭到法拍 拍定金额总共是2.55亿元 五间豪宅集中在内湖五期重划区 所有人分别登记在贵妇奶奶 和男友黄伯健小姑等人 而男友父亲黄立雄 明明是妇产科名医 名下却空荡荡 没任何房产还是欠税大户 2014年2015年和2017年 综合所得税就欠下550多万元 2018年最夸张 综合所得税3448万 税捐罚还3131万 再加上健保费 医疗罚管制药品罚还 总共25笔 7155万多元 但执行署却只争起 99万5610元 开了诊所赚宝宝钱呢 去哪了 赚的所得跟他现在看起来 上面上的数字金额 根本都不笼 很显然他在出事之前 就先把这些钱透过其他人 那先转移到海外去 海外部分也是有人在帮助他 欢迎民众提供其财产线索 最高可获得100万元奖金之奖励 除了寄出百万奖金 执行署也将要求 黄力雄提出清偿方案 假如发现他有隐匿的财产 将申请法院管收 但知情人士透露 黄力雄夫妻党这回回台归案 是有备而来 一家人资金早就藏得差不多 被害人想拿回钱真的不容易 等新闻 鲁明的彭星美在台北报道 好那所以有关于 贵妇奈奈 他们的这个男友父母呢 到底之后会怎么样的进行调查 我们记者 彭星美新三人呢 她是在这个台北地检署 要来为我们掌握进一步的讯息 新美 好主播各位观众 下记者所到位置 就在台北地检署 而在今天早上5点05分的时候 贵妇奈奈的男友父母 已经是搭击抵达台湾 在调查局人员 签读完全力之后 就对他们进行上号 而现代人都已经送到了 试调处来接受讯问 等讯问完之后 就会分别将他们送往 市林地检署 以及台北地检署这边 来接受复讯 而这回警告单位 会这么大动作 大阵仗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在6年前 贵妇奈奈和男友 是一起开了一间医美诊所 却突然倒闭 而诊所登记的负责人 就是男友父亲 黄力雄明依的名下 因此他们是涉嫌 袭击十亿 却统统潜逃出境 遭到发布通缉之后呢 其实之前就有被周刊掌握到 他们其实是躲藏在加拿大 但不久之后 明依黄力雄 也就是黄伯健的父母 就有主动联系调查局 说愿意回台归案 来讲清楚遭到黑道 来恐吓以及滞留的原因 但是我们也独家掌握到 其实他们会愿意 回台归案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为了台湾的健保 而现代人 他们都已经送到了试调处 有随时最新状况 都会来带您掌握 以上这一期主播 好 首先一个最新的话题焦点 布洛克贵妇奈奈 跟她的男友一家 开医美诊所 因为涉嫌吸金十亿 潜逃至加拿大多年 最新消息指出 她的男友的父母亲 因为申请庇护 遭到了加拿大政府的廉辞拒绝 那么现在是处于 违法拘留的状态 因此他们主动连续了调查局 预计明天上午就要回到台湾了 联系给疫情 澳洲播各位观众 贵妇奈奈 以及她的男友黄伯健 一家是涉嫌K西美诊所 吸金十亿元 那现在他们其实全家 都遭到检方来通缉 而且事后是被了解说 已经逃到加拿大来进行躲藏 不过最新消息指出 因为她的男友黄伯健 她的爸爸以及妈妈 是不断地在加拿大遭到黑道的威胁 恐吓以及追杀 所以他们其实有来寻求加拿大的庇护 不过是被拒绝 因此是主动来联系上了台湾的调查局 疫情只想要回到台湾 调查局其实接获到消息之后 马上来进行了解 厘清整个状况 根据我们最近消息指出 他们其实已经在加拿大 搭上了要回台湾的飞机 预计最快 其实明天的清晨 黄伯健他的爸爸以及妈妈 就会抵达了桃园的机场 那么到时候 这个调查局也派起了 八名的调查官 要来进行这个借户 再分别将他的爸爸 去送到台北地检署 而他的妈妈会送到 次林地检署 来进行后续的整个厘清状况 那么以上就是市场 最近情形 时间尽头的讲评内 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各自有各自的事业 一直到出国 才知道这么多的细节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人间身发五年多的贵妇奶奶 最近在加拿大县中 被媒体直击过着简陋的生活 他也解释自己 并没有经营医美诊所 但现在不止很多消费者 看到他更生气 就连常年居住在 多伦多的中医师 都发文痛批 爆料贵妇奶奶受访时 穿的大衣一件 就要价大约十万元 另外针对贵妇奶奶 说冬天不开暖气 也直呼根本不可能 医师表示 加国政府规定冬季 为了避免水管暴力 所以暖气一定要开着 只有老旧的房子才有可能 各空间独立暖气 但这种已经很少见了 而就连知名料理家 谢凯婷也发文控诉 曾请贵妇奶奶吃饭 没想到对方毫不客气 点了最贵的万元套餐 甚至听闻身家之后 开始要求投资 上千万在奶奶的医美诊所 如今贵妇奶奶行踪 曝光是否回台头案 备受关注 动文新闻又日中心在台北报道 知名网红作家贵妇奶奶 五年前因先生黄伯健 成立的姓利博全诊所 爆发西津诈骗案 两人被控卷款十亿 潜逃出境 至今行踪沉迷 有如人间蒸发 近周刊直集贵妇奶奶和黄伯健 藏身在加拿大东部小城 汉尼尔顿市 贵妇奶奶略显憔悴 与昔日晦气模样 盼落两人 他的行踪曝光后受到惊吓 不过他也替自己喊冤 说自己靠打零工过活 发传单清洁工都有做过 连头发都是自己剪的 生活并非外界所想象的豪舌 由于两人没有存款 也没有信用资料 很难找到房子成租 最后便宜分租到一处地下室 夫妻及双亲与妹妹就挤在地下室里 他表示老公黄伯健 曾经被黑帮抢卤上车 或事后立刻买了隔天一早 飞往旧金山的机票 原本以为安顿好公婆后 就可以飞回台湾 没想到一下机 就看到新闻报道 他们夫妻俩吸睛十亿潜逃 他当下非常震撼 因为两人迟迟未到岸 台北地检署以诈欺等罪 对他们发布通缉至2044年 时效长达25年 如今他的行踪曝光 是否会回台头案 必须关注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